因为我就很生气,知道吧? 搞我,搞我,搞搞,搞个丢啊,搞搞搞 是吧,是吧,搞我,老师搞我,搞我,搞个,搞个丢啊,搞搞搞搞,搞什么搞 等脆即吃了啊,世界这么大,惹惹这么多,有本事去搞别人呀 搞我干什么呀,对不对,我越想就越庆 我这辈子欠,欠他们什么了吗,是不是?我这辈子欠谁呢了吗? 我这辈子欠他们什么了吗,是不是?世界这么大,惹人这么多 有本事去搞别人呀,不是很聪明吗?不是很小聪明吗?有本事就去搞别人呀 有能力去搞别人呀,搞不到别人就搞我 我有这么好欺负吗,是不是?搞个丢啊,搞搞搞搞搞,搞我干什么吗?搞搞搞 是不是?来,没有关注我,关注一下,直播就摔个起买 没有关注阿伟的,给阿伟关注一下,来,小王,你跟他们讲一下 你跟他们说一下,就接下来该怎么,怎么去,去除你 每天你,每天你去找那两个人,该怎么除你,你跟他们说一下 呃,直播间刷一个起买,明天小王会第一时间到那边公司 然后,去,先我要先去了解一下事情是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呢,嗯,对那两个人是想过去是绝对要开除的 因为,阿伯哥这边已经安排了,我这边会立马去把这个事情明天早上会立马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然后给大家给苏阿伯哥哥姐妹一个满意的答复 嗯,至于就是苏阿伯哥姐妹,你们说的那些小王也非常的 嗯,记在心里面,你们说的话,没句话,我要记在心里面好不好 小王今天也是第一,刚刚就是说,嗯,到公司的时候才看见 然后,直播间刷一个姐妹给小王发了那么多的消息 然后小王第一时间才看见那个粉丝心里面,你们在里面讲 那边说,我第一时间在看见那个视频,然后 因为看见那个视频的时候,不是说小王,嗯,不告诉阿伯哥 因为,毕竟我不想让阿伯哥担心一些事情,所以呢,还没有告诉他 然后在刚刚才把这个事情给阿伯哥讲了 所以,阿伯哥现在正在气头上,所以呢,小王也不好说 因为,我只想就是说,阿伯哥能把平静的事情,平静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小王也会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好 第一,我找到这个背后的人是谁指使的 第二,就是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半个月的时间没到 然后就在公司里面,能坐上那个主管的位置 这一点,小王要去,小王要去一步一步地去,嗯,调查 慢慢地去查验一下这两个人 因为,刚刚小王也问了,是那边那个陈,是陈总安排的 然后,小王又不好,又不好插,插嘴 因为,小王,第一,不是股东 我只是一个,阿伯哥的一个助理 虽然我是阿伯哥的助理 但是呢,阿伯哥身为公司里面,股东 里面最大的股东 那他的说话权利,那肯定是必须有的 至于就是说,嗯,明天,因为阿伯哥 他把我这个公司里面这个事情明天,阿伯哥要召开股东大会 然后呢,小王这边呢,也会,就是说,忙完事情了,那边处理好了 我会第一时间赶回来 因为去那边路程比较远,要远一点 所以呢,明天,可能早上就要出发了 因为这两天跑来跑去的,小王也是个,看不到里面发的消息 但是,嗯,有时间我都会去看 然后呢,希望,所有的苏拉一哥姐妹,嗯,理解一下阿伯哥 也同时呢,嗯,理解一下小王好不好 我肯定啊,肯定啊,就是说,我办完这个事情 我肯定要第一时间给阿伯哥汇报 因为,嗯,毕竟我去处理 是必须要去处理的这个,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我会处理,明天呢,会给所有的刷一个,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答复好不好 因为刚才阿伯哥交代我的事情,我已经做了 然后呢,给阿伯哥已经转了5000块钱 然后我发了消息给他说了 我说,嗯,你们去,嗯,吃好,然后呢,住好 明天呢,嗯,等这边事情忙完了,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第一时间给阿伯,阿伯打电话 给他们训练一下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啊,今天晚上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小王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从这边过去,有点远 嗯,今天晚上的话,就是说,给大家,嗯 大家担心的事情,嗯,担心阿子,担心阿伯哥 然后呢,最主要的,现在这个事情是不是担心阿子 阿子这边的话,小王也会,接下来会去 嗯,安排好,就是说,他这边的事情,我会安排好 最主要是,现在担心是阿伯哥这边 因为,因为出了那么大的事情,肯定明天的事情 可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好的 肯定要,要很长的时间去 慢慢慢慢慢慢的去调查这个事情 到底是谁去弄,谁在弄这个事情 嗯,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就说 阿子姐愿意来到这里,那肯定是不会去了,是不是 如果,他要去,那肯定,嗯,要回去,那肯定要跟我们通报一声 昨天,我们来公司之前,然后已经给他们说好了 然后他们已经,嗯,已经同意,是在那边好好的工作 但是呢,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比如昨天,阿伯哥走的时候也是,嗯,签订你万嘱咐 然后给那边的管理人员说,哎,阿子和他妹妹来这里是第一 来这里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要安排 嗯,要一一对一的去指导一下 该怎么去做,该该怎么去,呃,工作上该怎么怎么去做 该怎么去帮助,已经说过了 昨天在现场,然后已经去说过了 在公司里面已经给他们说过了,提提点过了 但是到最后,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呃,所以的,刷一个姐妹 嗯,等我,等于阿伯哥 把这个难,嗯,这个难关度过了 那就好了,是不是 毕竟,可能他们想了一下 就是说,阿伯哥,离开公司了 这几个月,然后呢 嗯,没有好好的在公司里面 嗯,打点公司事务 然后肯定就是这一点去嫉妒,然后 呃,这点去嫉妒,和你就是说,哎,他们付出了 阿伯哥没有付出,只是,呃,作者 呃,作者来的,有句话就是作者 呃,躺着,然后就有自己的利益了 呃,那不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 那我一个,同时在外面的时候 也是,每天都是给公司里面那些 嗯,经理啊,那些都全部都说过了 啊,这个事情,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那是包庇过的,但是肯定就是说 有些人在外,在背后就是说 耍小聪明啊,然后呢 去乱乱去搞一些事情出来 对呀 那,这个公司股股股股股�tong大股东 最终大股股还是阿伯哥,是不是 他们这样去搞那肯定是不对的 你要怎么说,哎,开会的时候,哎,坐下来 怎么谈,都可以,是不是 嗯 小王明天会早点去处理事情的 来这部电梳刷一个 你们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阿伟哥安排 小王的事情 小王会去 一步一步的去 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你们也不要担心 小王会 给所有的 梳刷一个 满意的答案 满意的答案 好不好小王也没有 小王和阿伟哥 从来没有让你们 让你们失望过 是不是 做什么事情 肯定第一时间 都告诉了你们 是不是 做什么 做什么 无论到什么地方 然后 阿伟哥也从来没有让 所有的梳刷一个 你们失望过 是不是 反正最后 无论是以后 我都会陪着阿伟哥 我相信他会好起来 我相信 这个坎一定会过的 那我们就不要去 纠结这些事情了 好不好 中秋节要来了 是不是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祝所有的 苏拉一个姐妹 中秋节快乐 你们担心我们 我们永远记在心里面 你们的牵挂 你们的祝福 小王也一直记在心里面 阿伟哥也是放在心上的 提前再祝所有的 刷一个 请们中秋节 国庆节快乐 好不好 谢谢你们的支持 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祝我们中秋节快乐 同时呢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明天是一天好日子 别来不出这些意外的话 就是明天我想去陪我爸妈 过个中秋节快乐 但是呢 看来是没有时间了 明天得要安排鼓动大会 因为这些事情 不早点处理的话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那就是不是问题了 有些问题不解决的话 有也都是问题 所以呢 明天阿伟 可能就没有时间 去陪父母 去过那个中秋节了 明天包括小娃 都要和我一起忙 明天就去公司 开鼓动大会 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呢 我相信会处理好的 在这里呢 祝大家 祝所有叔叔爱歌吉们 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越来越好 早点休息 祝大家 祝所有叔叔爱歌吉们 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越来越好 早点休息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 那个啥 加油的 好吧 辛苦了 没事啊 一切不好的都会过去的 大家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 直播间叔爱歌吉们 明天我有时间的话 我用这个号 直个包 给大家聊一下 聊一下情况 明天事情出领的怎么样 好吧 直播再说爱歌吉们 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感谢 感谢收了的礼物 不用收了 不用收礼物 谢谢 大家给我点点赞 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收礼物 谢谢 感谢你们对阿伟的支持 我也会加油的 谢谢你们收了的礼物 谢谢 谢谢收了礼物 谢谢 感谢收了的礼物 谢谢 谢谢 谢谢家人迈 对阿伟的支持 直播间三千多个人 基本上都是我的甜粉 别哭了 我没有哭 一直以来呢 都是很支持阿伟的 好吧 一直以来呢 都是很支持阿伟的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感谢 欢迎我 欢迎我 同志哥 同志哥欢迎来到直播间 好久不见了 因为这三千多个人 粉丝很多都是我的甜粉 很多都是我的观众 我很久很久了 然后呢 一直以来也是很支持阿伟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各个集 是上一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对很多 很多粉丝呢 关注我很久了 然后一直以来很 很关注着我 很支持我的 早点休息吧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是 速摔一个集 在哪里低倒就从哪里盘起来 是不是 我会的 我会盘起来的 大家放心啊 谢谢你们的支持 儿子不会回去了 不会回家的 他不会回家的 等你的好消息 谢谢 谢谢哥几帅 感谢点赞 谢谢 注意身体 谢谢 谢谢哥几帅 感谢你们的支持 不适合陪伴 谢谢 谢谢 点赞 谢谢观众 好的呢 你们也早点休息 直播就摔个几门 你们也早点休息 那我就下播了 我就下直播了 首先 行 拜拜 晚安 拜拜